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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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的十大附中校园内 有一个地方叫做良心红茶罐 但是里面并没有卖红茶 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地方呢 附中的学生做了一则公民报道来探究 早期最著名的小贩 莫过于民国五十年代的良心红茶了 在摊贩大多配合学校顺导离校的时候 红茶老板却理直气壮地说 他跟附中篮球场有多年的感情 岂可说走就走 因此依然独自骑着脚踏车 在弱大的学校里漫游 可能同学们在运动场累了 他们就有人卖红茶 那可能红茶的风味很特殊 那可能很便宜或什么 因为我没有喝过我也不知道 那后来为什么这个附近的动作 就是因为很多老校有回来 他们想说免怀他们当年 喝红茶的地方吧 这位红茶饭之所以标榜良心 历来有几个说法 一说是老板保证使用开水 而不是深水 而且坚持食用砂糖 不用化学糖精 另有一说是 他顾及学生的消费能力 以接近成本的价格供应 而且无论第一口喝掉多少 都可以再加满 除了维持原来校友 回到学校的一个聚会 谈心的空间之外 我们也研绎规划成退休教师 能够利用这个空间 做彼此返校的联谊 希望等良心红茶馆完工 能有更多人关注到 这个温暖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